同樣是這政壇話題要看到這新任的內閣 在五二零交接前夕 今天是舉辦了行動創新 AI內閣營的策立營 讓這新閣員互相能夠熟悉 培養默契 而準總統賴清德更是親自出席勉勵 沒有一個牧羊人 身上沒有羊群的味道 瞭解民意的需求 才有可能施政得到人民的支持 新閣員就任前的新鮮訓練 行動AI內閣策立營 卷總統賴清德親自出席勉勵 能用眾志者 無謂於聖人意 每一個部會想要去推動的政策 沒有跨部會的協助 也沒有辦法 未來合作要有默契 卷內政部長劉士芳 轉頭和卷環境部長彭啟明 聊得熱絡 留任海基會主委的管碧林 和卷國防部長顧立雄一同現身 會前交投接耳 卷副院長政立軍也來打照面 郭世穎給舊閣員聯絡感情 產業界的新手找也熟悉熟悉 該提出新的對策 就請提出新的對策 該鬆綁法令 請鬆綁法令 不要抱殘受缺 也不只是要改變你們的命運 我們是要共同努力讓台灣的命運起變化 這是一個行動創新 超越黨派 性別平權 而且注重專業的團隊 卷院長周中泰帶領的新內閣 三十一名首長中十七位五黨籍 新上任的有二十六人 有九名女性 只是未來面臨朝小野大 內政府得繃進神經 如果我們做得好 每一個政策都切合民間 民意是我們的後面 在國會沒有過代就不再是問題 此時此刻的政治環境 是要面對嚴重的挑戰 必須大家要堅持 新內閣520就任前做足準備 要開創新局新氣象 記者 曹天 江國鋒 SN小組 台北採訪不到 總統 明確 你 你 看